林申斌的人设崩塌之后 虽然早就眼气息骨 但想洗白自己的初衷还是没有变 除了林申斌本人之外 甚至连他的信任妻子任甄甄都跳出来澄清了 根据任甄甄在朋友圈的最新说法 女方称 林申斌希望自己不要强出头 因为越解释 网络上的骂声就会越大 只不过对于网上的纷纷嚷嚷 任甄甄却称 自己不是红颜祸水 也绝对不是嚣张跋扈 自己仅仅是处在舆论风暴之中的小女人而已 根据知情人的说法 林申斌与任甄甄有实锤在一起的证据 就是在2017年5月底 两人同时注册了ins账号 并且还发了一次互相告白的文章 之后的故事大家就清楚了 房母案发生之后 林申斌就与任甄甄在一起了 不仅彻底占据了朱小珍的公司 而且任甄甄也是生了孩子 算是正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任甄甄全文重点是在帮林洗白 不惜代价 做出全网网友最小看的样子 失去尊严 搔减仇恨 保护金钱 至于女方说的事情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真的是沟通不畅 再加上各种外来的压力舆论 让两个人更加觉得无法沟通 第二种 努力再做一个悲情人兽 因为舆论导致离婚 然后又赚取一波流量 彻底洗白一个 彻底跌入深渊一个 再出国过日子 但我感觉他俩也坚持不了多久 天生的烂情你是无法改变的 即便风波过去了 两个人安然无事 再到人年老色衰 还会再出现另一个年轻版的人甄甄 朱小珍不是沧海 至少也是烟波浩秒的前堂江 人真真就是一杯寡敞的白开水 但又不是白开水温和滋润 是杯无色无味的毒水 其实只要没做三 自然啥也不必怕 做了哪怕一天 最好的选择是离开 多年前听过一句话 对三最好的惩罚 就是让他嫁给男方 在精灵狗碎中自我崩塌 当然以林生斌这么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束手就擒呢 肯定还会想用各种办法洗白自己 不论是妻子还是孩子 都是他利用的手段 总之 林生命的好戏还在后头呢